大批消防人员用常备板及绳索 把人搬运上岸 警察后报紧急救援将倒在 溪流中的一男一女给拉起来 但双双没了生命迹象 客人一进去就看到两个人趴在那边 两个不知道是什么趴在那边 不知道什么原因 应该就是人了 就是下刀就冰出来 不怕 全部武装 什么装备都有穿 两人开的车还遗留在现场 警方协助确认死者身份 通知家属到场处理 屏东县三地门乡细水秘境海神宫 刘豪上午十一点多 惊传游客溺壁 坦南市四十九岁的林姓女子 以及六十七岁的陈姓男子 被发现人卡在水中的石头底下 身上戴着头盔穿着素系装备 他们说要来探路 却没想到发生意外 游客就是喜欢玩清澈的水 干净的水 溪水相当湍急 深度到达人的膝盖以上 溪水胜地海神宫位在屏东的青山部落 有峭壁水潭等峡谷景致 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海神宫而得名 游客冲着优美景色而来 不过四月到八月就传出三起溺水事件 其中一人获救三人死亡 国旅大爆发 民众抢来秘境细水 但不熟悉地形容易造成意外发生 也让美好旅程瞬间变了掉 三区的屏东是什么的